Hello 大家好 又是Peter 因為Hellblade這條片有點事的關係 所以我們回來看這個Pyre 我也不想有事 來到這裡 我們整個團隊準備 去第二場魔法籃球的比賽 只是籌備途中的時候 應該說是正在去途中的時候 今集會遇到新角色 當然會遇到新敵人 Hellblade有些事跟我們說 總結完上一場創始之後 了解你自己隊友的背景 其實都是這遊戲裡面一件有趣的事 因為你了解他們的背景之後 你了解他們參加這件事 是甚麼目的 其實你可以不參加的 即是你被X了 你就永遠在X了 你流放就流放 你可以不參加 你可以不爭取這件事 但他們要爭取 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 他們仍然要做的時候 他們必定有他們自己的原因 而如果有一天 他們不需要做這件事 他們都可以達成他的原因 那他們其實 其實是可以離隊的 是的 所以 問一些不同的問題 了解你自己的隊友 本身有甚麼動機和背景 其實 除了當故事體之外 之後 也會做一個 當成比較大的決定的因素 透過觀星 看到另一個要去的地標 那我們就開始走 在西北邊 那是一個沙漠 那裏 是一個沙漠 那裏 是一個沙漠 那裏 那裏 是一個沙漠 那裏 那裏 我們下次要去地區 那裏 Spring of Jomere 是Jomere 應該是這樣讀的 OK 每次你看到車上 有些 說話的 符號 你都可以看一看 車裡面 其實是 很有可能 有人等著跟你說話 這次沒有了 那我們繼續吧 Jomere Valley Jomere Valley 那我們在途中 有沒有停下 為什麼呢 其實這裏 每一句 我停頓這麼久 除了是 想給大家看之外 其實我 有想過 是 讀 那些字出來 因為這機器 沒有配音 但實在太難 好像上一集 已經說過 那我們就在沙漠 裡面 看到一個女生 在這個地方 而不是在城市 很明顯 都是一個流放者 那 她究竟是 什麼人 是敵是友 我們不知道 總之 她其實是 一個沒什麼記憶的女生 來的 而且 她是 被人流放的流放者 OK 即是她連其他人都群不起來 根據這個 One Girl Rules 就是一個女生 發側 那一個團隊裡面 就是有兩個女生 極之 令 極之令到 別人覺得 不舒服 所以 Jodarel 就開始在這裡 問長問短 正路來說 當你 作為這個 男觀眾 你見到有女生 入隊 其實是很震奮的 Jodarel 就以大家的身份 不停在這裡問長問短 你又不見了Herman 蛤 正路男人都不會 純粹 什麼就可以了 純粹要她進來 就可以了 對不對 看到一個女生的法則是多麼重要 即是她們作為 一個互相依靠的女伴 其實真的跟一家人差不多 那你 色機無神 有多人 還要是女生 其實非常之令人懷疑 當初我們的主角在沙漠的時候 又不見你那麼多懷疑 好 Hedwin自己也有她的考量 因為 所有的XR 其實都是被人追殺 正如第一個XR 那個皇帝 其實她也有八個刺客 打算追殺她 當然最後是 有七個刺客 打算追殺她 最後 雖然被她降伏了 但不代表 之後的流放者 不會被人追殺 始終她們都面對著很多不同的危險 就算不是 政府 城市裡面的人想殺她們也好 她們都要面對方的威脅 都要面對其他人 想搶她們的車 或者搶她們的錢 她們無可奈何之下 是不可以相信任何人 我們現在幫個女生改名 因為要她入隊的話 要幫她改名 但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叫什麼名 她只知道她的頭髮因為是灰色 所以經常被人叫她的名字 是有AE美的 總之就是跟Gray是 押韻的 究竟是哪個名字呢 大家因為都知道我喜歡小女時代 很明顯我就會叫她做Tay 無論叫什麼名字都好 總之AE美就跟她的灰色頭髮的Gray是押韻的了 Tay the Tattoo Tay the Tattoo 哈哈 每一個名字他們都已經作了一個匿名 已經作定了 即是這個女生在沙漠那裡 什麼東西都沒有都可以生存到那麼久 被你們找到其實都算幸運 OK 我們繼續按旅程吧 接著就會走到這個商店 商店那裡 我們把剛才第一次選擇的那塊 那塊東西先買出去 對了 Macaelius Talyonata 他...那個女生好像是可以跟車說的 我不知道他是幻想還是真的可以跟物件溝通 還是車本身有心靈我們不知道 你不要管 總之他說可以就行了 他作為一個... 比流放的人都流放的人 其實他是一個很可憐的女生 他很需要一個家庭 就算不當你們是家人也好 即是你們不當他是家人也好 他甚至任何一樣看到的物件 他都當已經是家人 然後我們又有分岔路要選擇 就算是一個空閒時間 大家可能有玩過P5 我之前都玩過 他們有時候旅行途中 有些空閒時間 其實有幾個option可以做 而不同的option會影響你隊友 在球賽中的stat 有幾個可以做 包括什麼呢 我們按下去就會知道 我們可以去找資料 我們可以自己讀書 或者我們可以 教其中一個隊員 怎樣打好球 因為我們是教練 我們簡直是籃球經理人 我選了 這次就是教其中一個隊員 打球 因為Hedrin也是膽 Hedrin和Rookie都是膽 那我就 嘗試一下Mental 因為他們是完全不識字的 所以所有有關 這個魔法籃球比賽的知識 其實都是用字寫的 或者他們這個情況是口意相傳 那 唯一他們能夠得到新知識 的方法就是靠 給本書你看 你讀給他聽 那很多人在疑惑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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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是他們打籃球 你是看 但是為什麼你突然可以教他們 沒錯就是這個原因 每次教他們 只有1000經驗值 其實不是很多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下一次 會不會再花時間去教他們 因為 就算是collect resources 或者是讀書 其實都有他們自己的益處 那 有兩條路可以走 那 這兩條路呢 就是 走完之後 這個就是 會比較強壯一點 那就是他 到時候出攻擊球的時候會比較厲害 那下面那個就是會走得快一點的 那我們就選 走完之後 這條路之後呢 那些人打球的時候會跑得快一點的那條路 因為我們這個球隊始終仍然都是靠 以快取勝 所以 很少是硬碰硬的那樣 ok Jumia many men ran across 即是有一隻 神區 神區 所以 走那條路的人 是會被祝福的 會走得快一點的 你不知是不是 還是因為之前那天休息了 總之 你下次玩的時候大家都會跑得快一點 好 然後就繼續 這樣 我們差不多到蠍子那裡了 那但是呢 臨近的時候呢 我們會看到這個 slug market就是 買賣雜貨的商人 狗狗的NPC 對 那Rookie呢 就 很努力你一定要停下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賣回 上一次呢 我們經過呢 不是有個 placement 就是 郵件 他一定要在那裡放下 即是買回錢 所以就一定要你停下 OK 那我們看看Book of Grace 又有新一頁了 3 3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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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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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就鱼了 一片就鱼了 因為這次流的時間是比較少的 一嘗試讀得慢就讀不完 一嘗試快就慘了 唉 算了 我也是隨便找一篇東西讀一下 這個 所謂的slug market 那個傢伙真是一隻slug來的 他坐著那隻又是slug 是他爸爸來的 他又是一隻slug 他捧著那隻也是slug 三代同堂 plane puzzle 究竟裡面有什麼東西我都不知道 但總之可以賣到錢 那就算了 這個介面是...其實這隻遊戲的介面是完全沒有想著 給你用這個手掣玩的 除了打籃球那部分之外 OK 他連買賣東西這裡呢 他也是直接叫你碰到那個東西之後 按住A鍵搬過去 大哥 他真的當我的手掣是keyboard mouse來的嗎 你真是 不要管了 總之他們應該是沒什麼時間 只可以弄兩套介面 那這個是加一...又是加速度 不是啊 是加什麼項鍊呢 那我們的角色呢 全部都可以帶這個的飾物 那不同的飾物都...當然有他自己的特效啦 那應該會越買就... 越來越厲害的 那他的效果 那...根據不同隊友 他們自己的配色能力啦 就是升完之後才會解鎖的 因為... 的配搭 那還有呢 適當的飾物的配搭呢 那就應該是... 必要地... 即是你... 如果要... 如果要玩高一點難度 是要贏到的話 應該是... 必要地細心考慮的 OK 那我們玩... 普通的而已 不知道需不需要呢 應該之後會知道啦 因為我們呢 其實連tutorial都沒有過的 當我們所有的事物都見過一次之後 這遊戲才正開始的 其實... 你看到Ted呢 自己... 拿了一件衣服來穿 Unbelievable OK 那麼... 夜幕低水啊 星星啊 開始... 這個連珠啦 那我們... 就... 是時候打這場 魔法籃球了 這次多了人的關係呢 我們要排出陣 啊... 只是出陣 沒有後備的 OK 我們只有正選 我們 對啦... 就是派誰出去呢 這個... 對... 對... 其實... 懂得說話的狗 其實狗來說呢 都是... 一個普遍的種族 最重要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他的兒子是人 那你老母也好 這個老人家也有很多年 對於整個規矩 都是非常之有 極為熟悉 其實他是專門名落孫生 教別人怎樣上位 但他自己從來都上不到 他兒子也很想上 但如果他老爸一直都這樣做 他永遠都上不到 我們看到他兒子極為希望 他老爸 一方面 因為他老人家有好人 養戚的兒子又有孝心 但兒子又經常被迫上不到位 也不知道反不反他袋好 實在是 實在是一件很矛盾的事 大家在現實生活有沒有遇過這些情況 OK 對面的老人家非常好人 就送了一個加義速度的飾物給我們 如果我放在狗裡就跑到飛天 開始選擇了 因為上一場也看到 Joderera完全沒有做過事 除了手籠之外 Headwin其實就是這個膽 然後就是Rookie 因為沒有... 又有Talisman裝 放在狗裡 他已經跑得很快 還要加兩速度 真的跑到會飛 就是Talisman裝 Wookie 又是一個膽 沒有他都不知道哪個跑 不是 你不靠他跑得那麼快 哪個跑 然後就是Tal 因為Tal跟Headwin是同級的 都是人類的... 跑手 所以他只要投身火 可以有20分 好過Joderera 因為他實在很難動 而且對面也沒有重型的防護 所以我就決定 用Tal比Joderera好 好過Joderera OK 講完這兩句話 我們第二場的法籃球比賽 即將開始 好球證開球了 對方的狗先衝過來 咦 喂 你閃到也沒用 對不對 大家都有個Aura 傳球 傳給跑法人 跟他兜個好圈 一定儲不夠分 13分也好 他沒有跳下火 下一回合還可以用他 我們先慢慢探一下敵 他又衝過來 又衝過來 又衝過來 他完全不用理我Aura 直接揹 這次儲夠15分 我們再扣多他幾分 看看他兒子 其實對這件事多麼憤怒 他老爸是 作為一個光明正大的人 是完全 不會用那些 就是完全不會想著用那些矛招 或者去一些 聰明一點的方法去贏球 我們這次看到的新系統 就是COLLECT MOONDROPS COLLECT MOONDROPS之後 他一段時間可以無限體力 純粹是這個 MON HUN的 什麼鬼話 MON HUN的強走弱 哇 被你搶了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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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距離 對方竟然沒有閃 哇 還馬上過去 趴了個軟 不如趴了個軟 不如趴了個軟 唉 這個跳得漂亮 唉呀 被人接到啊 HEDWIN 我們TAY 摺了藥 之後 無限體力 一下子 被你搶了兩個選手 無限體力還不衝 近距離也好 仍然是選擇敲球 不然這個被你搶了 就下一回合 不能用 這個非常重要 大家記得 嘩 HEDWIN射到哪裏 射到哪裏 是兩個完全都不中的 嘩 有C第一次被人扣到分 這個實在非常不值 HEDWIN衝出 對方吃到藥 先用OA解決了 扔回HEDWIN身邊 再傳給他 再傳給他 又HEDWIN開始跑了 喂 不夠遠 這個扔球是完全失敗 不過要引到對方去撿球 他走回頭的時候 就糟糕了 慢慢儲夠20分 這樣呢 對方只剩32分 情況急急可危 大概入多兩球 我們就可以結束這個賽 頂你的肺子 又閃 如果沒什麼 記得不要跑 還有傳球來說 無論是傳前傳後 傳左傳右 甚至乎 哎呀 頂你的肺子又被人摔倒了 馬上跑回到後面回防 快速 打NBA又快 撿到籃板 馬上 頂你的肺子 不要再折我的球 沒人搜 沒人搜 他以為我 打算走到下面 跳過火圈的時候 他 就塞了籠 不用指望 沒有人搜 怎麼不見有弱 倒下來了 傳回Tay 傳回Tay 跟他鬥了兩圈 沒體力了 他沒體力了 完成了這場比賽再次得到勝利 這次美中不足就不是全贏了 是被人扣了15分 對方就是Fate 跟Acusa不同 Acusa是一群混蛋 Fate真的跟他們組織的對名一樣 都覺得壞個人 你作為Triumphlet去參加這場比賽 變成了你的Fate 你是要永遠的 永遠的留在這場比賽 以後都不能走 我不知為何要改這個名字 相對上來講 Lightwings是一個比較中性的名字 即是不好的 也不是很差的 我不知為何一定要叫Fate 你之後的誠勢 還是要這樣做 我真的不明白 這次Wookie終於升了 我們趁機會 幫他加點 完成了 今集的 影片 下一集 再看 在路上除了 魔法籃球 和中間的對話之外 除機的事件 應該有很多款 但暫時只有一款 才是下一集 多謝大家收看 大家記得按讚訂閱和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希望幫助你的影片 盡快處理好 呃... 拜拜 多謝 啊 不曉得 啊 啊 啊 Vistalia